好,各位朋友,現在是4點49分 我剛下陳德橋,現在在慢慢的往這個市中心移動 待會我會走大龍街過去 應該是到大龍街那邊才上線 今天呢,颱風 其實颱風還在外面,還沒有進來 但是現在就是這個風很大 雨好像就是閃閃的 沒有持續性的一直下 原則上來說,我今天就是一樣 就是要拚20趟出來 今天呢,因為天氣的關係 我會更挑戰 當然,三公里以下的我才接 但是收送,收送三公里 三公里以下我才接 說不定淘寶兩公里左右我才接 好啦,廢話不多說了 準備要進去大龍街 各位朋友,目前我在這個信義路上 正在回這個士林 正在回士林的路上 大安身公園站旁邊 我今天已經跑完20趟了 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是8點40幾分 不管 反正呢,我剛最後一趟呢 是在通話街 然後呢 跑完之後馬上下線 然後就趕快就 就這個 從這個信義路 沿著信義路 開始 往這個士林的方向走 當然是已經下線了啦 所以 也這個 不用煩惱 系統再丟單給我 不過呢 我剛 送最後一單的時候呢 系統倒是狂丟單給我 這樣 系統都丟了三單 那這三單我會覺得 系統是都怪怪的啦 這樣 平均 平均一單是 4公里多5公里 然後價錢呢 也才 這個 50多塊錢而已 我是覺得莫名其妙 這樣 講老實話 要是這個 價錢不錯的話 然後 剛好又在回士林的路上 那我可能就會接 但是這個價格 並沒有 並沒有很好 而且 也不是在回士林的路上 這樣 簡單來說 就 不順路啦 這樣 那我就都沒接 然後 我就很直接就 下線了 廢話不多說 這樣 今天晚上呢 這個 雨是小小的 但是就是那種很煩的雨 你也不得不穿雨衣 不穿也不行 現在我是沒穿啦 因為這雨真的徹底停掉 這樣 風今天晚上也超大 今天我的腳踏車呢 我在送那個 敦化北的時候呢 我就把餐點拿到這個 高級的這個住宅大樓 給這個管理員代收的時候呢 那個風大到把我腳踏車吹倒了 我腳踏車是這樣子硬生倒地 哈哈哈哈 那當然我後面那個什麼 放那個綁包包的那個架子 當然就是有歪掉 所以我就 就趁著下一單 在收收餐等餐的時候 把它敲一敲 稍微把它敲開一點這樣 啊 目前因為我一面在騎車 所以我也沒辦法給大家看到歪成什麼樣 不過電子架是 真的是有歪 電子架倒是歪得有點厲害 這樣子 不過沒辦法啦 因為車子跌倒啊 然後就是撞到那個 啊 那個什麼東西啊 就是 他們有 有 有那個 阻擋 就是那個 放在那個路邊 阻擋機車通過的那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東西啊 障礙物好了 其實我有點忘記 忘記它的稱呼 那個障礙物 哦 它就放在那邊 那我腳踏車撞到 剛好撞到它上面 就這樣 就歪了 反正我現在心態是就繼續給它騎 繼續騎 因為它也是只有那個架子歪掉 就是電池架 電池架真的是 這歪得有點厲害了 但整體的這個車子 整體講它車這個軸心 都還是正的 那這樣就沒什麼問題 大家現在應該聽到那個風 風聲超大 有沒有 風真的很大 沒辦法 就台風前 啊 今天是跑了20趟 那今天我的跑法是 距那種一單一單的 我都接跌單 因為其實 系統是這樣 下雨天 特別會給跌單 那我就挑跌單接 然後這個跌單呢 它的這個距離又不會太遠的 簡單來說就是 譬如說我接到三單 三張疊單 那它這個加總距離五公里或六公里 那這個我就接 這樣 因為我目的是要追燙槍 所以那個價格可能不是太漂亮 那我也無所謂 這樣子 但是喔 今天其實有一些單張單張的單 價格很棒喔 喔 我有看到一張兩百多塊錢 不過我 因為單張 然後那一單其實是 五公里 那我就直接放棄喔 五公里才接一張單 然後我要追燙槍啊 那我要追燙槍 那我怎麼可能接呢 這樣 雖然說 實在是價格很漂亮 但我還是忍痛拒絕 這個讓其他不追燙槍的朋友 這個讓他們輕 剛剛那個計程車出來好快 還有它有煞車 嚇死 好啦 那廢話不多說 因為這條路 金山南路風好大喔 那個有點難操控 好啦好啦 那今天就這樣子 反正跑到二十趟啦 下線回家 明天繼續 明天希望這個 呃 台北不要受到颱風太大的影響 讓我順利的跑完我的二十趟 哈哈哈哈 OK